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来查考以弗所书 我们今天是第十一次查考 那我们剩下还有两次 就今天包括今天还有 因为下礼拜是那个县堂礼拜 所以我们中间暂停一次 然后最后还有一次 那我们这样刚好 我发觉两次刚好可以把以弗所书 第一章给讲完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今天的要讲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 经文就在这里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没有一个 是是是 有了 再来从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助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十九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应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其实要两次把剩下的都讲完 有一点点感 不过我就尽快了 反正 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其实我们讲到一个题目 其实一般基督徒很容易忽略 就是说他是死里复活 然后之后是在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这是一个其实是很大的事情 那我们不太明白这个后面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哎呀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耶稣基督是神 但是我们讲三位一体 就是很清楚 你看这经文也很清楚的讲 是坐在自大者的右边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中间的C位 就是自大者 自大者的右边 那在这里头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 这个右边的位置是干什么的 那我们为什么讲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 犹太人传统难道就跟天上一样吗 是不是 其实还真的是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从神那边学来的 犹太人很多这个规矩 那如果他们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王 有王朝设立了 有一些制度开始设立了 那有一些先知就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那天上的事情 那当然是天上的事 是先有的 而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是学他们的 那犹太人的王朝里面 这个王宝座的右边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那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坐上去的 那就是比如说通常是这样 他们就有征战 征战以后呢 有人出去征战 征战回来得胜 是得胜者的位置 那不是王 但是他是这个王国里头很重要的得胜者 那么王就把这个右边的宝座让他来坐 王自己坐在中间 然后他坐在这个宝座的右边 那这就是这个 就是叫做这个得胜者的位置 那希伯来书 你看我们看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 他就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 在圣所就是真帐墓里做指使 这帐墓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复活了 复活了就得胜了 得胜了以后就坐在自大者的右边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这是我们所讲的是第一要紧 第一要紧 因为我们耶稣基督来招我们 来招我们信从他 那我们到底要跟从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要为我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要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需要他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他要为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 就是旧约时代 就是一直有祭司 祭司是做什么 祭司就是说代表人向神献祭 得平安得帮助 我们今天需要帮助 我们今天需要平安 那怎么样 找祭司 祭司的话献上什么祭 你犯了什么罪 你跟神之间不对 那就需要祭司为你献祭 你可以得平安 你可以得帮助 那就是这样 那在真正的神的帐墓里面 现在所做的事 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就是 耶稣得胜了 耶稣得胜的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他来到地上降身为人 他的一生受到许多的试探 许多的试探 不是说没有受到试探 然后平平安安 他就 但是他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 他可以回到天上 这就很 这就引发一个神学上的思考 如果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他犯了罪 那他还能不能回到天上的右 天上自大者的右边 就不行了嘛 他是身在律法以下 他身为人 他也受魔鬼种种的试探 受到世上种种的试探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犯罪 他应该是得胜了 可是他在那一年的时候 居然是被卖 他受到人不公平的待遇 人把他卖了 人把他放到地上的祭司长的手下 放到罗马人手下被钉死了 但是他没有犯罪 这是一件很不公义的事情 然而我们的神就把这个 让他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说他自己因为有能力 你看我们中国人古代讲什么 先述道法 对不对 那些人只要有先述有道法 就好像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只要有能力就行 但是在这个神的公义底下 这种事情如果你说你有一些方法 你就可以超过神的公义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这不是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传的是公义的 不会有这种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 他能够从死里复活 得胜死权 这是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是这样得胜 他是这样得胜 得胜以后呢 他也可以升到高天 然后呢 在高天除了坐在宝座的右边以外 还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他是说 他是在高天做大祭司 而且这个大祭司呢 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这个第一点 其实在这个设立这个帐幕 等于是我们这样讲 设立一个帐幕就好像我们政府 设立一个office 我今天要管什么 这个国度也要管什么事情 好吧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构 我们设立一个office 他就是直达一个帐幕 直达一个帐幕就是让耶稣做他的大祭司 这个大祭司是代表人 所以他在这个神里面 神国度里面有一个处理人事情的东西 这是这个帐幕 他是做大祭司 而且耶稣所得的职任 我们跳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 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 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讲更美更美呢 他是要跟律法之约做比较 律法之约就是犹太人所行的 所遵守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成的时代 那个时候希伯来人 犹太人很多还是在遵守律法 他必须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就告诉他说 耶稣在天上 你要知道在神的右边 不是你们的大祭司 我们的祷告向神来这样请求 而是现在有一个得胜者回到天上去 在天上在那个帐幕里面做大祭司 而且他所任的职任是我们的 因为这个更美之约的中宝 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个 我们不是在不要再靠律法 而是靠耶稣做我们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旧约是一个约 旧约他们有讲说 你要遵守这个 那你就必因此活着 对不对 你要遵守律法 不要犯律法 你就必因此活着 你就必得产业 这是一个应许 但是更美之约的中宝 什么时候立的 其实我们上礼拜不是才有吗 那个圣参的时候 主说这个杯是我的血 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你们要常常纪念我 就必如此行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认的中宝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是一个中宝 中宝的意思是说保证我们 这些犯罪的人 我们这些罪恶的人 还可以在神的面前 还可以得着帮助 还可以得着这些 他所更美的应许 那其实就是有永生 但这个事情不是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 希伯来书的作者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可能就是保罗的传人 那保罗的传人 他当然讲这个 但是这件事情 不是说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我们回去看 诗篇110篇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 伸出能力的帐来 你要在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麦基喜德我就不讲了 但是麦基喜德是一个 希伯来历史中非常特殊又独特的人 他既是王又是祭司 所以耶稣呢 这个预言 从大卫的口中所发出来的 在耶稣来之前 700到900年之前 就已经讲出来 这不是耶稣自己讲的 也不是希伯来书 不是保罗讲的 这个事情早就在大卫就说出来 这个人要 有一个人要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而且同一个人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那这就是得胜再完全得胜了 你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还有仇敌 还有没有仇敌 还有仇敌 但是这些仇敌呢 会成为你的脚凳 他的头成为你的脚凳 他就完全的失败 没有可能再翻身了 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 我们虽然没有机会看到主降生 他为人的时候那些教诲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 主现在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我们在等待 仇敌撒旦要作为主的脚凳 这个是将要来的 你说这个事情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吗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有没有讲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路加福音22章这里讲的就是说 那些人 祭司长长老把耶稣抓了 把耶稣抓了 把他带到公会来审他的时候 那些人说 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他居然讲了 从今以后 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就承认了 这个大卫的预言 就是应验在应验大家自己的身上 他的身上 那这些犹太人也不是傻瓜 其实他们一听就知道这什么意思 因为这件事情是他们所等待的 一个得胜的弥赛亚来到这边 那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讲的 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不是他不是讲什么弥赛亚 他就说人子 人子我们很明白 后来在这里就 因为耶稣常常讲 他自己就是人子 人子 他就是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所以他们一听 哎呀 这样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 主就亲自把这个事情 就告诉我们 是真的是这样 是一个 他要坐在 将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 犹太人就炸了锅了 就非要把他给处死 但是这也是神 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 他即将要得胜 即将要得胜 但是我们现在又回来一个问题 耶稣究竟为什么 他做了哪一件事情 就可以得到神全能者右边的宝座 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吗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事情就没什么好讲了 对不对 我们这样都知道富二代 富二代就是爸爸开创了帝国 儿子就继承 富二代其实也就是一个贬义词 神二代好像也不是 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情 对不对 耶稣到地上他也没有打败罗马人 也施行很多神迹奇事 但是好像你说就是打败魔鬼吗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奇怪 就是有点不够说服力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西伯来书 我觉得西伯来书真的解释这段最好 因为他解释大祭司 解释耶稣怎么得胜 他讲得很清楚 西伯来书十二章就说 你们既然有这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纳摆在我们前面路程 这句话就讲说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第二节就讲到了 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是耶稣为我们创始 而且成就的 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说生来就有的 是主为我们创造的 主也为我们成就了 他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了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这个宝贵的 又有权柄又有能力 又有颂赞 给予一生的这个宝座 真的是这样来的 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又担负了一个很重 我们说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任务 来到人间 为我们不但守了律法 而且为我们承担了苦难 然后他就需要祭物吗 他自己摆上自己的身体 作为活祭 作为真正的祭物 摆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忍受了苦难 然后就这样才得以 坐在神宝座右边 所以我们看主这个事情 那真的是真正把这个道路 先走了第一遍 我们人人都会知道要死 耶稣降身为人 你说神的儿子降身为人 但是在人的身体里面 如果死了 能不能再复活 如果他是真的是 完全都知道一切的话 他就没有 他就不需要有看到 那个前面的这种喜乐 有这种信心 有这种盼望 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信靠父神 他知道 他今天虽然在人的身体里面死了 他下去要接受死的网罗 死的勾 死的毒刺 但是他因为有这个信心 他就完全的顺服 然后以至于死 被定死了 神就真的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得胜 他的信心下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我们人基督徒有信心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我们有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有耶稣基督坐在前面 做我们的榜样 十二章主要讲就是 我们有见证人 第一个见证人是谁 谁第一个做见证 谁能够见证这条路是可行的呢 第一个做见证耶稣 耶稣做了见证 那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可行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大的 是不是真的耶稣回到了自大者右边 这是很重要 如果耶稣没有回到自大者 如果都是这些 这些学者自己在讲讲的话 那我们基督教就不可信 有一个人真的为我们做了见证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人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第七章 被大家逼迫 被大家打死的那个斯蒂凡 斯蒂凡他讲了很 在临死前他讲了一大篇 就是关于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得盼望的 后来人听了以后就觉得说 你意思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呢我们是那种叛逆的子孙嘛 就像这个后来摩西带到旷野中的犹太人那样子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现在犹太人都是那种不信的犹太人 所以大家就拿石头打他 在打他的时候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看到天开了 主啊 站在 他是用站在 站在那个至高者宝座的右边 真的他就讲这句话 然后就被打死 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 让司徒凡因为信心神开了他的眼 他就看到 他是真正看到的 他在把这话讲出来 告诉我们说是真的 那为什么那里讲说是主是站在至高者宝座的右 不是坐在那边 其实他有个座位 那没有问题是有个宝座坐在那边 但是呢 这个时候是一个圣徒要被打死的时候 我们的主是表示尊重 他要来迎接这个圣徒的灵魂 为他做见证的灵魂 他就站起来 然后把这个司徒凡给接上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真正的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意义非凡 那我们的信心 我们其实我们的信 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听一个像一个童话故事 这种什么故事就相信 你要知道这里面很多点 缓缓切合 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是 我们的指望是真的 你越是读圣经 你就越发觉这里头 没有什么废话说 或者说一些虚假的见证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在信的过程中 都一开始都经历一些虚假的见证 就是自己的幻想 我们幻想这样幻想那样 幻想主是怎么样帮助我们 其实在今天我们去看很多的故事 也有说 比如说有人在说 主 梦中神就向他显现 那个就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 也许是有发生 也许是一个天使 就看了 看起来样子就像是主显现 但是呢 真正的重点是在十字架 然后天上的宝座 他是我们的中宝大祭司 这些事情上面 这个是真正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 人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剩下的经文 要讲另外两个一个 在这里 我们回到经文 那这里说 使他坐在自己能力右边 是远超过一切的执政者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所以这里面 其实我们不需要解释太多 主是在天上自大者宝座的右边 这个宝座不是说 一般我们可以荣耀可以达到的 我们在地上会有执政的 会有掌权的 历史中你看 比如说耶稣那个时代 凯撒 凯撒是执政的掌权 他也有大能 他可以命令军队 军队就是罗马大军 哇 十万罗马大军 就可以把一个国灭掉 这也是很大的能力 在历史当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 希特勒 也是一个执政的掌权 他有很大能力 他可以发起大战 他的军队 像拿破仑当时炮兵多厉害 希特勒就更厉害了 毛泽东也很厉害 我们不要讲这些事情 你看人的能力在地上就能力越来越大 甚至呢 我们现在看有一部电影叫奥本海默 对不对 他讲说人类怎么样把原子里头的 原子的力量都拿出来 人 奥本海默这句话他说 是一个 他等于说他是一个天上的营活者 把天上的火拿到人间 让人可以用 所以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力 以前我们就是物理的力 那是有限的 原子的力那是大的不得了的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 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权能呢 是远超过这些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君王 所有的这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这些 都远远不如耶稣基督 他所掌握能力要远远超过这个 我们这个绝对要相信这些事情 不是说今天美国总统握有全世界的核弹 苏联也是这个俄国以前的苏联 现在的俄国也有核弹 他们很厉害 从前在毛泽东 刚刚第一次接见尼克森的时候 尼克森不是飞去中国大陆吗 跟毛泽东握手 他们那时候握手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我这两双手之间 掌握了全世界的命运 他们就很自大的讲了一句话 结果这句话讲完没多久 一个死掉一个下胎 人间的这些掌权者 到底你看能掌多少权 能够有多长的时间掌权 都是很有限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的全能要远超过能 他为我们解决一个人类 自古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死 亚当夏娃被造以后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死 所有的人都要死 所有人没有例外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凯撒 希特勒 毛泽东 什么尼克森这些人 我们现在所活的通通都要死 没有人能够例外 那有没有一些其他人 尝试用其他不同的方法 有啊 我们秦始皇 我们去找那个丹药 对不对 我们求个长生不老丹 有没有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找到那种 他们也做了 但是他们能够成功吗 不能成功 到目前没有人能够死 没有人能够不死 回到说宗教 你说中国人我们姓这个老子写道德经 他好像悟道了 他悟道 他骑轻流而去这个 哎呀 神仙般的人物 那他可不可以不死 我们没有答案 他也没有人也没有人说他不死 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可以不死 那假设他就死了 你说这个孔子 那当然孔子死了 我们再说一个 好像到目前最有这个 就是runner up 就是第二名的 我们说释迦摩尼好了 释迦摩尼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真的 藉由我们走 就是说探索人的内心去发现自我 我们可以实现一种 就是佛教讲的就是说在轮回当中 不断的提升 他最后可以到一个境界 那就是成佛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走的一个路 即使很辛苦要经过这一世不够 下一世再修 修十几世然后可以成佛 那是不是可以不死 我就曾经问那个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就稍微年轻的时候 可以问 喜欢跟他探讨 就想去劝佛教徒的朋友也来接受耶稣 然后就跟他讨论 那这个讨论结果是不欢而散 他们最后他就是反正很固执 我讲我他讲他的 然后他就讲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那轮回 佛也要轮回 他从他的口中我知道 他说佛也要轮回 佛也要经历轮回 那我说你们佛都要经历轮回 那这个轮回到底是谁设立的机制 谁来决定谁这一生死了 下一生到什么 你说人 照他们讲法 人有的时候如果做的不好 下一生成畜生 成昆虫 如果你修得好的话 你可能原来是一匹马 救了主人 所以这一生让你升一级让你变人 这种那谁决定的 是佛吗 他说不佛也要轮回 那轮回到底是谁掌控的呢 他就说不出来 心想轮回这个东西 就经不起科学的推敲 你说我们人 我们说创世纪说神创造天地 这个过程 跟今天的科学所探讨的 世界的形成到现在 还有这种的切合 对不对 我们本来是混沌之中 一些星辰集中在一起这样 创造出星啊 这些都还有一些切合 但是轮回就始终 没有道理 因为一开始是完全没有生命的 一个炽热的火球怎么会有生命呢 所以轮回到底从生命 第一个生命从哪里开始呢 谁又给轮回创造一个机制 就是佛 那佛意思说 你在世界创造 在太阳都是 整个宇宙是一团混沌的时候 佛就得存在吗 好像佛也不可能存在 因为佛是人变的 如果佛是人变的话 那人在这个世界创造之初 就没有人嘛 所以这个事情就说不通 他讲到后来 也反正最后这个讨论是不欢而散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轮回实在是 不是一个人我们的指望 我们能够靠轮回去修炼吗 答案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东西自己 这个理论就站不住脚 完全站不住脚 你说修炼修炼就更好 万一修炼的更差 而且我们也没有前世的记忆啊 我怎么知道 你这辈子前心向佛 那你最后死了 那你这辈子没有成佛 那你要去哪里 你做到下一辈子 你说又成了人 那下一辈子你做了人 你没有前世的佛缘 你就做了乱七八糟的事 你就失丧了 不是吗 所以轮回这个事 我始终是没有办法相信 他们说轮回就是说 用了很多patching 我说轮回这个理论 就是你用很多patching 说你要做好事 你不要杀身 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 那如果你怎么样 他就讲了很多patching 在这个理论上 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 贴到最后 他自己讲出一个 四元其说的轮回 我为什么要讲轮回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做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今世来世那有没有前世 如果你加上前世 这个以佛所保罗 如果他祷告加上前世 那就好像是把轮回给对上 但保罗没有讲前世 没有讲前世 只有今世跟来世 而今世跟来世 这个原文就是说 今世只有其实 看英文就是这个word this word and the word to come 只有两世 就是现世跟来世 他讲的今世就是现世 对不对 他没有讲前世 没有讲前世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人不多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外头他因为好奇 就去看一些东西 我也看过 他就有YouTube写说 我告诉你轮回是真的 为什么 这我乱讲的 这我听他们讲 我用我的嘴 他说我告诉你在哪里 英国在多少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生出来以后 他长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跟妈妈讲说 他说妈妈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一个景象 什么景象呢 他就讲说他在哪一年 他从村外回来 他看到什么东西 他然后他在里头怎么死的 他妈妈听到好像说 这是一个人死前的记忆 这种事情在历史中 有没有发生过呢 其实有发生 可能发生很多 但是为什么这个几个例子 他讲了几个例子 被记下来 因为后来有人去为这个事情去做查证 他有机缘巧合 真正去做查证 查证以后他就说 甚至小女孩 他说他梦中 或者说梦中或什么 他看到那个门牌号码 他走进村子了 他走进他自己的村子 看到树在那边 这个房子在那边 房子那边的门牌号码 然后他进去了 然后怎么样 他就死在那里了 后来有人真的去查 查到是真的 所以他说 你看 轮回是真的 这个小女孩是有前世的记忆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主日学老师 你在这边教圣经 现在居然讲轮回是真的 那你怎么解释 很多巧合这个事情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没有办法解释 那我就不应该提起这个题目 我提起这个题目 就告诉你说 我其实我有解释 我还没有看到人家 这样解释就是了 那你知道 在这个 四福音里面 有讲到很多 赶鬼的事情 赶鬼 耶稣从这个人身上 赶出这个鬼 耶稣从这个人身上 赶出七个鬼 那这 我问你啊 鬼是怎么来的呢 这为什么人 这个少人讲 就因为这个你要先知道 这个事情 鬼就是说我们人啊 对不对 一世一世代的人 人如果到时间死了 就应该去到阴间 阴间他就是让一个 一个储存所 就让你在里头睡了 这是一个阴间把你保存住 可是有一些人 他死了以后 他不愿意去阴间 他的魂 他不想去阴间 他想在人世间游荡 这成为鬼 那这个鬼呢 在人世间是属于不守规矩的 不守神的命令 所以如果神抓到的话 天使把他抓到的话 他就把他丢在一个无底坑里面 那可能就比去阴间惨很多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那些鬼呢 就是附在人身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前世世人 他有他的记忆 他就可以带给这个被附的人 他的记忆 也有人他就是讲轮回的故事的时候 有人讲说 这个人有这一代的记忆 有那一代的记忆 其实但是就是很抱歉 其实他就是有很多鬼的记忆 一个人可以身上附很多的鬼 所以你听轮回讲的故事 那就是一个鬼的记忆跑到他身上 如此而已 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特别大灵小鬼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奥秘 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 但是你听到这个理论以后 你再去读四福音 看到鬼 为什么这么怕耶稣 甚至那些鬼附在猪群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是 如果是一个活的 就是鬼这样子 飘荡出去 他没有办法再到阴间 他如果附在猪的身上 而那个猪是死掉了 他这次就可以遵守神的命令 你说你该去阴间就去阴间 所以那个对他来是一个解脱 你一看这个 四福音讲的几个鬼故事 你就发觉 其实这个跟我今天讲的是matching 所以 所以今世的跟来世的 今世的那我们这样明白 耶稣基督超过今天一切今世的 来世的呢 来世是怎么样呢 我们回来讲 基督教我们对于这个时间的观念是怎么看 我们基督教对时间的观念就是一直线 从神创造世界开始 一直到世界的终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时间的观念 曾经有人跟我讲说 时间也是在第几日创造的 他就跟我讲什么 他说你看第几日 第四日 神让这个心中有心术 对不对 让他这个 有这个太阳会这样转 他们讲是太阳转 对不对 从日出到日落 所以有一日 他说时间从那里创造 我说不对 为什么 你这已经到第四日了 那第一日第二日 这个难道不是时间的顺序吗 所以时间是在神创造以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创造的时间 但是时间是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存在了 有第一日第二日 这个就是有次序的关系 我们所讲的这些星辰绕太 在天空中这样绕了绕去 其实地球自转了 那个是我们看到 我们人所看到的时间 一日是什么定义的 我们今天定义一个一日 是地球自转一周 这就定为一日 但是并不是那个 时间的定义呢 是从创造世界 神创造世界开始 到世界的末了 中间有人生出来 到什么时候才生出夏娃来呢 亚当夏娃来呢 那是神的创造 那个可能是距今几万年 不是太久以前 那地球在人之前已经 你看那一日二日 那个一日都非常非常长了 可能就是数十一年都不一定 先有植物再有动物 但是对不起 有植物之前 你是不是地得干了 温度得降下来 那个几百万年的大雨得要停下来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的观念 我们是在这个时间之中很靠近最后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靠近末日呢 是我们很倒霉吗 不是 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目的 越靠近最后 那个目的就越显现 而我们人之所以在这个最后才被创造 因为我们就是神的目的 我们就是神的目的 神他的purpose就在这里 要把我们创造出来 但是中间好像有一点小插曲 因为创造出来的人居然是被命的 这样又不行了 又要经过一些插曲 但是呢 这些一切的都走在神的计划当中 最后会成为 这个就不是这一次所要讲的 是下一次要讲的 这个是下一次的题目 但是这个就是目的 那会有一个来世 我们今天呢 所有的人在世上都会死 死了以后就被保存在阴间 那阴间什么时候叫来世呢 就是神叫我们复活的时候 神叫我们复活 所有人都要复活 复活以后呢 受审判 信的人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这个单保 有一个中保可以保我们 不信的人就是按照你所行的受审判 那这个就是来世 这个来世 我们会有一个更开阔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到神国更多的 神国更多就很多了 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来看看 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讲 他说第二章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是他荣耀尊贵无冠冕 这些事情 对不对 以天使为小一点耶稣 因为受了 这其实是应该前面所讲的 但是这个 这个讲的最后 就告诉我们说 云万物所属 这是下次要准备的题目 为万物所本 要领许多儿子 进到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元帅 因此所得以完全本事合一的 这是未来 以后会碰到的事情 还有会看到什么呢 复活 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这里 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手的国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在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就把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得胜 不是仅仅是他是神儿子的关系 他是真正得胜的 虽然我们目前神给我们看的 就好像比较简单 他是做一个完全的人 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这个罪上得胜 他也复活了 他得胜死亡 但是在征战的时候呢 我们说很简单 说神会使你仇敌的头 做你的脚凳 放在你的脚下 但是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 这个等待不是说就是傻等 而是说这个征战仍然在继续进行 我讲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的例子比较晚出现 但是我们刚刚经历过 我们真的是不晓得 你知道当这个大流血病COVID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可怕 都很害怕 但是呢 这个假如一个病 他是人沾到就必死 其实世界上目前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病呢 可能有一些 但是并不是很 我们的人类会政府 科学家会用一些极端的情况去控制这个病 比如说这种 就不能让它再出来 不能让它传染给别人 这种方法 甚至我们以前看到Epola 一个电影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村落已经全村染染了 他们就叫轰炸机把全村给炸 因为这种太可怕了 但是呢 假如说这个病得下去 有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可以活过来 那这个病就不可怕 对不对 只要有第一个能够活过来 那这个病就没有那么可怕 如果这个病毒真的是很凶残很可怕的 他每沾染一个他都一定死的话 那这个是绝望的 根本没有办法对付 人都要死 那真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死亡 人人都要死 那我们就是绝望了 我们能够逃过这个死亡的方法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生养后代 我今天对不对 我年纪大了 但是我有后代 我时间到我死 但是我还有后代 所以我们这个还能延续下去 我们现在能够对抗死亡的方法 只有一个 这个病毒 病毒很可怕 但是这个病毒染来染去 这些人都死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 他不死 意思是什么呢 他可以产生一些抗体 跟这个病毒等于攻克这个病毒 那他就得胜了 他得胜了 那全人类就有救了 就这样 全人类就有救了 为什么医学界是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用免疫学的方法来讲解 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这个 我们知道抗体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 医学的方法 把这个病毒拿去灭活 然后说你的抗体怎么样 我们可以教 我们这个 用什么MRA的方法 让教这个健康的人 也产生这种抗体 我们只要有这个抗体 我就可以继续得胜下去 耶稣的得胜就是这样 他给我们一个 实际可行的道路 他能够不死 他能够复活 这是实际可行的道路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死 我们也可以不死 是主耶稣基督 第一个走通这个关 走通这个关以后 那这个道路就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以后 我们只要跟着他走 我们也可以 可以不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子的 这刚才应该讲了 但是刚才现在在讲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这个来世的 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 亚伯拉罕看到主的死者 很多人说这个主的死者 就是耶稣基督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非常可能 耶稣基督也说 当亚伯拉罕迎接我的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他心里是喜悦的 亚伯拉罕是非常喜悦的 这是第一个 那是主吗 我觉得可能 非常可能是主 非常可能是主 然后我们看看再一个 但一里书 但一里书就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人呢 身穿细麻衣 腰树无法金金带 他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 说话声音 如同大众的这个声音 这个会不会是主耶稣自己呢 也有可能 也可能不是 因为神的死者 说实在话 不是只有耶稣一人 有可能是别人 后来在这个但一里就讲说 他跟那个就Michael这个天使长 他所见到的是天使长 但这个人是谁 这个第五节说讲这个 没有讲 这个人是高过天使长的 有没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 也有可能 但是神的面前 会有多少长老呢 应该有24个 所以我们不能说 他就一定就是主耶稣 但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以弗所说的经文 他是高过一切的 今世的跟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所以在自大者宝座右边的主 不管这个是谁 耶稣将来我们再来世 我们会见到 我们会见到 我们会明白所有的天使 那些天使长 在神的国度里都是 非常有尊贵跟荣耀的 但是他们的尊贵荣耀 不会高过这位坐在 自高者宝座右边的这位主 那是我们所跟随的主 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受到我们眼界的限制 我们把我们的主看得太小 我们觉得主就是 2000年前一个婴孩 对不对 下来在人间受了苦难 然后他也遵守了律法 这些等等的事情 然后他就得胜 然后他升回高天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的主所代表的荣耀 到底是多么的大 其实我们基督徒 真的应该好好想一件事情 如果楼下在教启示录 启示录有讲说 约翰他见到人子来 那个场景就是说什么 约翰你本来是耶稣基督的爱徒 他靠在主的怀里什么什么 他在人 当耶稣是人的时候 他跟主做很亲密的动作 你拉住他的手 拉住他衣服都可以 但是你到了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人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你只能下拜 你可能看到天使都想拜 天使有很多荣耀很多光 但天使说不行不行 你不能拜我 我也是被造的 天使说我也是被造 你不能拜我 但是你去拜人子的时候 他就让你拜 因为他是生的被生的 他不是被造的 他的荣耀跟那些全部高过 这些所有的天使跟天使长 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话 基督至少是这样子 至少是在跟但以理书 这个使者是一样的 其实他要更高 所以当耶稣做我们的朋友在地上 做我们朋友做我们帮助的时候 或者我们今天在祷告中 我们所求的主 我们也是想象中就是那个 有个胡子有个长头发 那个人的像 是他是这样子 他也愿意用这种面貌来见我们 因为跟我们拉近距离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样见我们 但是我们要真的要知道 他的荣耀 他的尊贵 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所想象的那个 只是一个他 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 他来帮助我们的形象 但是他真正的位分 是远超过那一切 所以我们今天 哇 时间也就到这边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 大家没什么问题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到 这个 看到 教会啊 弟兄姐妹 然后看到 一般的很多的信仰 很多的相信 甚至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主讨价还价 这是明明知道这是错的 我们要不要去犯 小错嘛 主会原谅我的 对不对 那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我们真的 真的像这个 其实以佛所述后面也有讲到 不是那是希伯来书讲的 希伯来书所讲的 当你真正明白天恩 你真的受了天恩 你明白来世全能的话 你不可能再犯罪了 你再犯罪就 就没有人让 没有人让你后悔了 没有事情 没有人 没有任何机遇 可以让你后悔 因为当你真的明白以后 你就 你在犯罪的话 你就等于是 明明羞辱神的盒子 再定十字架 没有可以后悔 就像天使没有救恩一样 天使他看到这一切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 他如果再犯罪 那就是只能等待他的只有无底坑 我们也是一样 还好 还好我们现在软弱 还好我们现在蒙昧无知 所以我们有救恩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 很柔软的帮助等待我们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 有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下课 真的还有一次 最后一次 下礼拜没有 下礼拜是联合敬拜 好 好